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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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跳出這些金屬的結構 我們再來看另外的一些形態的固體 那有一種叫做 molecular solids 就是說你把一個molecule 一個分子 一個中性的分子 視為一個基本的單元 然後就把它當成好像是一個金屬的 一個原子 那來packing 好 那這個molecule跟molecule之間呢 因為它是一個molecule 它跟金屬不一樣 金屬它可以形成金屬的間結 那你這個分子跟分子之間 只能夠靠著一個微弱的 凡德瓦爾作用力來維繫 但是它的packing 仍然是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 整體的單元來看 只是可以理解它絕對不會是一個 圓圓的球 而是 就是說有特定的一個結構 但是它在一個固體裡面 它還是會有一個固定的一個 重複的行為 那什麼是一個凡德瓦爾作用力 當然包掛了diple инteraction啦 倫敦的london forces啦 dispersive interactions 好 instand dipole之間的 作用力 來維繫 那因为是这种形态的一些作用 非常微弱的 也因此呢 普遍它是insulator 它绝缘的 它不会导电 当然也不容易导热 OK 好 那基本上回到AMO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这个Valent Shell都填满了 它的Conduction Band都是空的 然后有很大的一个Band Gap 基本架构的情况是如此 也因此我们不需要多谈 这些Molecular Solids 纯粹就packing而已 我们过去所谈到的金属的那些packing的原理 照样可以放在这里 我们真的要花点时间来看 是这些离子的固体 Ionic Solids 好 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钙态氧 对不对 这种Perovsky的结构 它实际上是一种Ionic Solids 这些固体 当然它们之间 这种离子的固体 它是透过阳离子跟阴离子的 Electrostatic静电引力 来维系它的结构 所以它这个固体的这个 这些 这些particle之间的那个interaction是很强的 所以不会太意外 它们的melting point都蛮高的 如果今天你回来看这些Molecular Solids 它们之间 它们的那些melting point不会很高的 我说也不会很高 可能是在100度上下差不多 OK 200度已经蛮高了 但是Ionic Solids可以上千度的 好 那 我们当然从一些比较简单的结构来看 这个对于Binary Solids而言 OK 好 所谓的Binary Solids就是由两种不同的离子而已 组成 不见得一定要两个 你盖太阳 对不对 我们刚刚看到那基本上就已经是三个原子组合起来的 好 那就不是一个Binary 好 通常通常 usually 不是绝对的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大的一个因离子 因离子它普遍当然是多电子 大家知道它会比原来原子中性原子要大一些的 然后它的Cat-Ion是比较小 看拿掉的电子有效电荷变大 它是比较内缩一点 好 但是不要太认真看这个地方所谈的了 你绝对可以看到很多的离子 Cat-Ion很大 然后因离子很小 绝对存在 好 但是呢 如果是今天是这样子的话 大部分是这样子的话 你比较常看到的呢 大的因离子的话 那今天你在看这个Ionic Solids结构的时候 实际上可以把它想象成为是 这些大的因离子以一个closest packing 先pack好 什么叫closest packing FCC对不对 面芯 面芯是一个closest packing 当然也可以是HCP了 好 但是我并不是说它是绝对对 就只有这种可能性 我不是这样讲 说大部分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 是closest packing 然后再把那些小的 放在中间的孔隙里面 OK 这是这个离子固体 它的结构 你可以分成这样两个形式 层次来把它想象 如何架构起来 也因此我们必须要对于 这个所谓的孔隙 holes 现在我讲的holes 跟刚刚我在谈导电的那个holes 不一样 这现在讲的是一个真正的洞 OK 好 有哪些洞可能存在 有一种洞被称为叫做tetrahedral holes 这是过去我曾经提到过的 就是呢 你可以这样来看 三个球 三个球你绝对可以把它放成这样的一个三角的关系 先摆两个相互接触 第三个放在这个中间的凹槽 在一个面上面 然后这三个中间堆叠出来的一个小的一个洞呢 上方或者是下方 再堆一个球 就一个立体的一个方式来看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下面三个 在上面中间的那个凹槽 再压上去一颗 好不好 这中间形成的你从这个图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关系 就是一个tetrahedral的关系 中间压出来这个洞 叫做tetrahedral holes 所以当你把一个小的一个离子 放在它们的正中央的时候 它直接跟几个球接触呢 四个 所以它的coordination number是四 另外还有一种做法 这个做法是 刚刚我们堆叠出来三个球 在一个面上面 对不对 另外呢 我们再堆叠上去 一个三角 OK 这样子的一个堆叠方式 其实我们在看HCP的时候 我们其实看到过 在这里我只把这六颗球画出来 实际上当然大家了解说 以这个黑的为一个基准的话 以这个黑为基准 这一颗红球 其实是压在这两个黑的 这个中间 这个地方也可以有一颗黑球 对不对 我只画了三个 其实它在那个面上面 是延伸出去的 所以实际上大家知道 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洞 它压在上面 所以在这里形成一个 向上的三角 这是一个向下的三角 我们用一个比较立体的方式来画它 这就是那代表 这个下面这尖尖朝下的 就是如果眼睛 从这个方向看下去 下面那三颗 这三个红的就代表 压在这三个黑球上面的那三颗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安排出来的 就是一个Octahedral 一个Octahedral的结构 换言之 也就是说 这三个球跟下面这三个球 上面这三个跟下面三个球 中间 中间这个位置 其实有一个Octahedral的后 OK 一个正八面体 中间的一个洞 OK OK 也因此呢 它的这个Octahedral的后呢 如果果真放进去一颗离子的时候 它会跟这六个相互接触 所以它的Coordination number 不会太意外是六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安排的方式 是如果你的大的原子 或者是大的离子 是以一个Cubic的方式来安排 这不是那么多件 它的正中央 在这个Cube的正中央 也会有一个孔洞 它就被称为叫做Cubic Hole 应该是很容易想象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它的Coordination Number 其实可以扩张到八 就是上面四个 下面四个 对不对 想象正中央有一个 另外一个离子存在 也如同前面 我们所做过的一个 简单的几何的计算 让我们来稍微算一下 这些不同的Packing 中间所制造出来的孔洞 到底有多大 在理想上面 先来看Tetrahedral的后 Tetrahedral的后 首先呢 你知道一个Tetrahedral 就大的那个原子的部分 在这个角 这个角可以想象 各有一颗原子 然后在下 对角那个下方 跟这里又有两个球 但是我们只要看这两 这边各有一个球 一个最紧密的堆积 这两个球 是要直接连接的 OK 它的原心就在这个角 跟这个角 各别的 也因此 从这里直接连线到这里 实际上这个长度 OK 这个红色的这个长度 就是两倍的R 大写的R代表是 这个大的球 它的半径 它们围出来一个Q 就是中心点 那四颗 有两颗我没画 基本上是一个Q 这个Q的长度 如果是1的话 大家了解说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它的平方 要等于它的平方 加上它的平方 这个长度是1 这个长度也是1 你就得到了一个R 大的R 跟1之间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到的关系 也就是 2R 就是这个长度 它的平方 要等于1的平方 加上1的平方 就是这关系可以出来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 就是两倍的1平方 这是4的R平方 所以很单纯的 你就可以得到 1跟R之间的关系 就是1等于 根号2的R 好 现在 你要用一点想象 因为这个图 不是什么好画 所以我没有特别画出来 我们要在中间 你知道 这里画了两个 还要想象 这里还有一颗大球 这里也有一颗大球 OK 在它的正中央 也就是在这个Q的正中心 有一颗小球 OK 这个小球 要跟这四个球 直接的接触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从那个小球的正中央在哪里 就在这个正方体的正中央 也就是这条蓝线 它从这个角画到这个角的 一半的位置 就是它的中心点 可以吧 这应该可以接受 对不对 因为你的那颗球就在正中央 OK 而也就是这个Q的正中央 是不是 OK 好 那也就 那个正中央也就是这条蓝线的中间 一半位置 OK 好 然后那一颗小球 拉拉拉拉拉到这里 这是跟大球接触的地方 再拉拉到这里 它是一条连线 一条直线 好 那就是一个大的R 加上那个小球的半径 是小的R 就是一个大R加小R 那是这条蓝线的一半 所以这条蓝线的整个的长度是多少 就是两倍的大R加小R 可以吧 这应该可以想象 我虽然没画出来 好不好 好 所以现在呢 你来看这条蓝线 跟这条黑线 跟这条红线 这又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这条蓝线的平方 也就是这个中央号的两倍的R加R 就是它的长度的平方 要等于这一条红线 它是什么 就是1的平方 对不对 就是1的平方 跟这一条红线 这一条红线是两倍的R 是不是 是两倍的R 就是两倍的R平方 所以两倍的R平方 OK 加上1的平方 就要等于两倍的R加R的平方 好 这个时候再把1等于根号2R 也就是2倍的R 也就是2倍的R平方再放进来 OK 就是这个 把1的平方的R 把1换成R 你就得到一个大R跟小R的关系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触标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触学 你将会发现把这个解开来 它就变成根号2分之3的R R等于R加R OK 好 大家知道这边是4嘛 这个地方 这个平方之后 这边R就是6 6倍的R平方 这个地方 你平方也会是4 是不是 把4移过来 就是4分之6 然后两边各开一个根号 左边是R 右边是R加R 根号里面是6 跟4之比 1就是2分之3 OK 根号2分之3 OK 好 所以怎么样 你就知道了说R 等于0.225的大R 就是小R 跟大R的关系 所以 这个size的关系 就是你里面的那个 Tetrahedral的后是蛮小的 它能够容许放进去的 一个半径最大最大是 大R的 大概23% 这样的一个size 好 这是Tetrahedral后 我们来看Aktahedral后 Aktahedral后 其实这个geometry 是比较简单的 你就一个面 它其实很对称 你看 在这一个面上面 大家看到 你先把这个排紧了 再把这一个 小球放在中央 OK 那你绝对 它的最大最大容许的 就是刚刚好 跟这四个 也是Contact到 好 这个边长是什么 很明显的就是两个R 对不对 好 这边也是两倍的R 这个长度呢 很明显的就是 两倍的R加上 两倍的这个R 就是 又是两倍的R加R OK 好 所以它的平方 等于它的平方 加它的平方 OK 好 所以 2R平方加2R平方 2R平方加2R平方 就等于 2倍的R加R 的平方 好 R跟 大R跟小R的关系 OK 透过简单的计算 我想 这大家不需要再 go over 你就会发现R 是等于0.414的 大R 刚刚是差不多 21 22% 对不对 现在变大了 这个洞比较大 OK 是差不多40% 好 所以 大家看到 Actahedral hole 比较大 OK Cubic hole Cubic hole 中间我画出来 有一个 只是我没有让它 因为我要让你看到中间的 我没有让它直接的contact 不过你知道 如果我们是把这个最后 中间的那一颗球 是最后放进去的话 你实际上是要让这些 在角落的这八颗球 是先相互的contact 也因此 实际上这一个长度 跟这里是类似的 是两倍的R 然后从这个斜角 拉过来 因为中间的这个 要跟它 要跟它contact 所以中间的那个长度 又是两倍的R加R OK 好 so 所以 从这里 到这里 OK 的平方 两倍的R加R的平方 这里我没画 你可以自己画 从这里画到这里 再从这里接到这里 再拉到这里 各位看到 这是一个直角 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OK 好 可能我还是把它 画出来 对不对 OK 把它加出来 这地方拉 到这里 很勉强 很勉强地画出来 OK 好 所以这个地方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是一边斜边的长 加上一个 2R的平方 以及这一个长度 这个长度呢 就是这个直角三角形的两个 边的平方之和 所以 所以 就是这样两块 OK 所以这一个长 这一个的平方和 其实就是它的平方 好 所以这一个R 大R小R的关系 也可以出来 这个计算很简单 直接告诉你 计算出来的数值是 小的R是 大R的 0.732 73% 好 把这三个数字 拉起来 合并了一起看 Cubic hole 大概不会太意外 是最大的 OK 是0.732的大R Octahedral hole 居中 41% Tetrahedral hole 23% 将近25% OK 大概24 6 多一点 7 如果要记的话 不需要记得那么exact 不过 我不会特别考大家这个数字 不要太紧张 好 所以现在 对于它的size 有一些了解以后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有多少颗洞在那里 以closest packing CCP 来做一个例子 那 我其实刚刚说错了 不是FCC 不过FCC也是蛮 这个 这其实就是FCC 没说错 FCC就是CCP 有时候我自己都搞混 我们从一个 我们最容易看的角落 来看 在这个角 有一颗球 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三个面 它是一个面心立方 这三个面 上面各有一颗球 对不对 这是我在过去的时候提到过 然后在这个角上面一颗球 就好像那一颗球 就好像那一颗球压在那三个面上面 这中间不是就压出来一个Tetrahedral的后吗 Right OK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这是一个corner 有一颗Tetrahedral后 指约 举一鱼而以三鱼反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举一鱼而以八鱼反 对不对 我们有几个这样的鱼 几个角落 八个角落 对不对 上面四个 下面四个 所以你有几个Tetrahedral后 在一个CCP里面 你有八个Tetrahedral后 不过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那这有什么意义 好不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好 回到刚刚这个Tetrahedral后 有些同学可能 还是没有很 看得很清楚 让我用这一个unit cell 这是我在那个 谈那个钻石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提到的一个图 那这一个单元 这是一个unit cell 它相对应的PDP档 我放在Cyber上面 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 那仔细的看 你应该可以看懂 但是我刚刚那个梁博伟 已经告诉我说 好像那个JML有点怪怪的 JML它那个很奇怪 它不是一个执行党 它不是执行党 所以是某个 我已经忘了它后面是什么 什么extension 所以让我回去 我再看一下它全名是什么 我再告诉各位 因为我相信 那应该不是它一个人的问题 但是你如果着急的看的话 你就用我那个 我那个很小的软体 弄上去 把后面那个TMP改成exe 你其实就可以玩了 只不过JML可以玩的东西 比较多一点 好 我们现在回来这个地方看 这个地方它基本上你来看 这个地方是一个面对不对 这是面心 然后这个我聊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 因为这是有点复杂的 这一个 以及这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面 正对着你 那一个面的中心 这是上面那个面的中心点 这里还有一个在边边的面 中心在这里 这我勾一下 这个我勾一下 所以这一个球 就压在这三个面心的那个 心的那球上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中间有一个洞 那在这个钻石的case里面 它放进去是一个carbon 这毕竟不是一个离子固体嘛 离子固体的话当然相对的 这几个 这个我也要勾一下 OK 这四个 四个会比较大 那中间这个是比较小 OK 那你理论上 这一个角就可以看到 其他这八个角 那 我们再来看另外这里 因为我上回有点急 我没有把它 真正完全秀给各位 因为这个地方 它 你不容易看到它前后的关系 实际上这一颗 它也是在一个Tetrahedro后 但是它是在后面 有要伸进去的 它是后面的这一颗 打个叉叉好了 是这一颗 然后这是一个面心 OK 然后跟这个面 还有这是在后面 后面有一个 这是在后面 OK 所以是后面这个角落 这个压在这三个面 中间的这一颗 所以它跟它有一个前后距离 OK 一个在比较前面 一个在比较后面 好 所以 在这地方 因为我没有去动它 你如果真正去弄它 你可以看到 我有点不太愿意再跳出来 因为我再跳回来 我这个 我这个滑鼠的位置会动 所以我不太愿意再动 我把这个机会留给各位去看 好 这是为什么我要特别给各位 那个软体 就是帮助你去理解这个事情 我或许我记得的话 我下堂课 我会把那个模型带过来 你有一个模型在手上 我有一个CCP模型 那就可以看超级清楚 OK 好 但是 不论如何 我们刚刚提到过 一个CCP里面 有八个Tetrahedral的hole 我请问各位 还记不记得 那一个CCP里面 大的 那个原子有几颗呢 这前面我们算过 对不对 一个cubic hole 有一颗 一个body center 有两颗 一个CCP 有四颗 有四颗 对不对 好 所以 每一个unicell里面 这个大颗的 这是大颗的 八个在角落 六个在面上面 但是真正框在这个cube里面的 实在属于它的 属于这个unicell只有四个 我们算过 OK 刚刚我们算的洞 是八颗 对不对 洞 是在这个cube的里面 所以 那你放进去一颗 它就是一颗 完完全全就是在这个cell里面 这个unicell里面 所以 后是八 你的 就是说小的 OK 是八颗 大的 放在这个面心跟角落的 四颗 是一个八比四 后跟atom是八比四 也就是二比一 所以 当你的洞 跟你的atom的位置 都填满的话 你的比例 就会是一个 ab2 或是ax2 一个2比1的比例 如果 你的洞 只有一半填满 OK 八个洞 只有四个是填满 那你的比例 就变成一个ab 对不对 1比1 OK 所以 不要太意外 你会看到一些结构 它的这个 它穿Hedral后 只有半填嘛 好 那 我们再来看 actahedral后 我们看这 在面上面 的六颗球 有一颗在正上方 一颗在正下方 四个面 来看看 这个关系 不就是一个 actahedral 吗 所以在这个立方体的 正中心 的位置 其实就是一个 actahedral的后 一个完整的后 但是这个关系 其实也存在在 这一个边上面 但是这个边上面 它其实是跟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四个unicell 来share OK 这个 是在这个 左边画出来 完整的cube 中心的 一个面的一个中心 这个延伸出来 这是另外一个 我没有画完整的 另外一个cube的 这个上面的一个面的心 这是大家share的一个角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四颗 对不对 然后 这个面 这个上面的一个 没有画完整的cube的 这个边 这个面 的中间 以及 这个地方的 这个面的中间 这部就围出来一个 在这个位置 一个actahedral后 但是 这个actahedral后 是由多少个cube 来share呢 四个 对不对 四个cube 来share 所以 只有四分之一 是真正在 一个cube里面 这是用一个边来看 总共有多少个 这样子的边呢 上面四个 这里 中间也有四个 还有下面这四个 都是一模一样的状况 total是十二个边 每一个边都有一个 跟人家共享的 共享了四分之一的 actahedral后 所以十二乘上 四分之一是三 加上 中间那一个完整的 actahedral后 是四 所以后 是四 atom是四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它是放在 actahedral后里面 那 它的比例 也可以是一个 一比一 但是你知道 totalahedral后 跟actahedral后 size 是不一样的 guide lines 一个概略的 概略的指导原则是什么 那 当它是一个guide line 的时候 有些事情是 其实有些时候是可以突破的 我概略的原则是对于 离子固体而言 通常 当它是一个大的N 以及小的K line 的状况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 今天大的是带负点 小的是带正点 而小的这一颗呢 它的size 大概是介于这两个之间 好不好 是大于0.25 小于0.414的话 你的直觉 当然是 哇 这个洞太小啊 对不对 所以我当然要摆到这个 比较大一点的洞 是不是 大自然的做法是什么 实际上 是把它填在totalahedral后 它反而是填在 那个比较小的洞 那不是一个比较小的洞吗 它怎么能够放得进去呢 它当然要把那些大的R 要往外推一些嘛 它才给我塞进去 不是这样吗 OK 有一个人硬要挤在你们中 靠得很紧的那个 两位同学之间的话 这两位同学要往旁边 分开来一点 对不对 好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样做有个好处 我的这个R是带附电的 因为它是离子固体 对不对 很难想像离子跟固体 那个大的 那个原子跟原子之间 就是那个离子跟离子 要能够相互接 贴在一块 如果可以拉开一点的话 那个排斥力量 同性排斥力量 可以比较小 对不对 那是make sense OK 好 所以不完全是一个size在主导 对不对 当然是跟size有关 但是它其实是prefer 塞到小的洞 然后把那些大的推开来一点 来降低它们之间的排斥力量 好 这是它的原则 所以呢 如果今天你的半径 大的 小的半径是介于 actahedral跟cubic之间的时候 它当然就填到那个 比较小的actahedral喔 那当然超过了cubic的时候 它就当然 填到cubic里面去 OK 这是概略的一个指导原则 不是绝对如此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些实际的例子 各位熟悉的绿化钠 在高中的时候就谈过 这个结构啊 你去查资料 钠大概是绿的0.66倍 0.66倍 绿的确是比较大 绿在这里 钠同意周期在这里 明显的钠应该是比较小 是它的0.66倍 我们先把大的填好 是一个面芯 或者CCP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面 对不对 这边有一颗 这个面 这里有一颗 这个面 这里有一颗 我只画这三个 你可以看清楚的面 然后呢 在它们的actahedral的后 里面 填进去了 那一个比较小的sodium OK 中间那个我就不画 我只把刚刚说 跟人家共享的 那个边边上面的 都画进去 各位可以看到 对不对 好 我们刚刚也算过 那个比例 大的跟小的比例 就是1比1 所有的actahedral后 都填满 OK 好 所以这是绿化钠的结构 这个结构 不是绿化钠的专利 但是 我们在 沟通的时候 我们 其实会以 绿化钠的这个结构 作为一个标准 也因此它有一个 特殊的名字 被称为叫 rock salt structure 如果是地质系的同学 他这些东西 他要背下来 各位很幸运的 不是地质系 或是很不幸运的 不是地质系 你不需要 这个 我不会要求各位 去背这个结构 但是你要知道 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这些东西带有它 很重要的意义 是一种沟通的东西 所以我跟你讲 另外一个东西 我说 它具有一个rock salt structure 你就知道 我在说的是什么样的结构 就是这样子 一个大的在 一个CCP 然后小的塞在那些actahedral后 我们代表的意思就是这样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没问题 4-E-Keyometry 完全符合率 跟钠的比例是1比1 所以你必须要 在现阶段 应该拥有一个能力 我告诉你 它的unit cell的结构是如此 你要能够算得出来 它的最简的一个 在一个unit cell里面的 那些离子的比例是什么 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这个 这个最简的分子式 意思也就是说 你可以从它的x-ray的crystal structure 里面 你就可以看出来 它的比例是什么 那我们的描述会是 绿的离子是安排在一个所谓的distorted 一个扭曲的CCP 里面 什么叫扭曲 这个扭曲就是被 推 往外推了一点 这叫扭曲 expanded的意思 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Cezym Fluoride 那这就是给各位看到 也存在一些具有大的 阳离子 Cezym在哪里 Cezym在这里 符很小在这里 这差了很远 好 但是Cezym它当然会缩一点 那符会稍微大一点 那这个架构呢 它非常类似 氯化钠 也具有一个rock salt structure 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 那就是这个大的Cezym CCP的packing 中间的Octahedral hole 放进去这小的fluoride 我们的意思是这样 Cezym Fluoride Fluoride在这里 Cezym在这里 这个地方给你一个实际的数据 刚刚没有告诉你 Cezym到底有多大 实际上它的Size跟绿 差不了太多 绿在这里 Cezym在这里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Size 却蛮接近 真的因为这中间牵扯到 比较复杂的问题 未来我们谈到过渡组织的金属的时候 我们会回到这个Point 有一些所谓蓝气收缩的问题 好 主要 我其实在考试的时候也考过 就是非常类似 就是当你的电子 排到内层的轨域里面去的时候 它的有效电荷其实在变大 但是它的Size并没有 并没有相对的增高 这样子一个因素影响 好 不论如何 它们两个差不多的Size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 它这个比较大 Cubic Packing 里面盘进去一个完整的一颗球 然后中间的那个Cubic Hole也是一颗 所以这个地方 比例上面是1比1 所以Cezym Chloride 1比1的结构 OK 好 我没有把它Cezym Chloride 那个结构特别找出来 它应该有一个名词吧 好 我们来看Calcine Fluoride Calcine Fluoride 它的比较大的Ki 盖在这个 盖在这里 它应该是比辅要来的大 先安排它CCP 那Fluoride呢 放在Tetrahedral的后 2比1 没有问题 这被称为 这是一个标准的结构 叫做Fluorite Structure 所以Calcine Fluoride 再度对于地质系 或是旷野系的学生而言 这是应该要记下来的 好 大的Calcine 正2 小的Fluoride 比例 2比1 完全符合 我们在前面所做的计算 完全填满 Lithium Oxide 又是另外一个标准 它被称为叫Anti Fluoride Structure 它是Fluoride的一个相反 所谓的Anti是指 现在阴离子是比较大的 那个 刚刚是这个阳离子比较大 OK 所以这阴离子比较大 离很显然的很小 在这里 OK Ax菌在这里 它相对是比较大 那它是这个东西的相反 那所谓的相反只是说 谁大谁小而已 基本的结构仍然是大的 放在这一个CCP 小的Lithium 放在这一个 所有的Tetrahedral hole 各位看到比例也是2比1 Anti Fluoride 另外 还有一个叫Zinc Blend Structure 是Zinc Sulfide 在这个地方 心在这里 流在这里 OK 可是呢 你看 心其实反而是比 流来得小的 OK 它只有它的0.35倍 OK 好 这应该就是一个内层问题 就是 电子 就是说 电子放到内层 但是 有效电荷再增加 好 不论如何 流比较大 所以把流放在CCP 然后呢 我的心 0.35 我刚刚说概率246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是放在 OK 它是介于这个 0.2多 0.4多 中间的话 它放在那个最小的Tetrahedral hole 但是Tetrahedral hole跟 Atom的比一 是2比1 对不对 所以这个Case Zinc Blend的 这个Structure就是 有一半的Tetrahedral hole 里面有田 另外还有一半是空的 OK 这是Zinc Blend 另外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结构 好 刚刚到目前为止 我们谈的都是很完美的Crystal 对不对 我们在谈乱度 我们谈的就是说 Perfect Crystal 但是在这个地方 现实 都是残酷的 它是会有缺陷 但是有些时候 你不要小看的缺陷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好 美在哪里 我等一下会稍微谈一下 那有哪一种 哪一些形态的Lattice Defects呢 这个 比如说Point Defects 看 什么叫Point Defects 就是原来那个地方 该有一颗 结果它没有 All right Somehow就是没有排进去 就是你捷径的时候不够慢 就有一些Facancy 这叫Shocky Defects 这只要用想像的 这地方空掉 一个经常被拿出来的例子 是乙背同一二三比例的 这一个高温超导 这个大家很清楚 它这个是很独特的 你如果 因为这个理论上 就是 你会看到有些人就写乙背同 然后这养是7 但是这样算 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乙是正三 背是正二 而同 我们暂时不算 你这个地方 养当负二 7、2、14 你扣掉这边 扣掉这边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大概是2.5 左右 OK 比较寻常的说法是 我改了一下我原来的写法 寻常的说法是说 它是正二跟正三的一个混合 那正二跟正三呢 当然对应到那个养 就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不同方法做出来 你这个地方 其实不见得一定是7 是7-X 而且你刚刚是 刚刚好7的话 其实它反而 这个 不见得会有高温超导的性质 那很tricky的事情 那在这个结构里面 它其实存在有一些vacancy 就有些同步见 所以也是它造成的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X 叫7-X的原因 所以这个地方空出来一些洞 也因此你整个东西是中性的时候 你相对的养就会少一点 实际上 有些人说它的这个超导的特质 就是因为有这些电洞在那里 你少了一些copper 但是这个例子 并不是在谈它的超导 而是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有facancy 而且这个facancy 很可能是造成它具有超导性的 一个重要原因 好 另外是interstitial 你可以是空 但你有时候你多塞进去了 这叫franco defects 就是多塞进去了 好 这些大家可以想象 另外还是有impurity 比如说这个Ruby 它是这个三氧化二铝 基本上 那就是alumina 但它实际上它是有颜色的 alumina是白色的 它为什么会这个 这个 这个 会有颜色呢 是因为Ruby好像是红宝石吧 那个好像是红色 那这个主要是因为呢 正三价的铝啊 它被impurity 这个chroming 也是正三价所取代的 那chroming是一个过度组的元素 我们还没有谈到 它就有它特别的一些颜色存在 所以你看这个缺陷美不美 它美极了 OK 那就是大家要珍藏的一种矿石 OK impurity 那有一些是line defects 刚才是point defects 你有一些是line defects 比如说dislocation 比如说dislocation 一排 一个raw 一行 在这个地方我特别画一个图 你本来应该直接 很完美的排列 你看这有一排 这有一行 这歪掉了 OK 好 那所以这是一个line defects 好 就叫dislocation 另外还有一个planar defects 我们在谈hcp的时候 我们说abcabc 但是呢 它不是这样 它是abc 又回到了 回到a是ok 但是在接下来不是b 而是a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错掉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种planar的一个 defects 各位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就学过 可能做过这样的一个小实验 对不对 拿一根铁丝弯起来 另外一根铁丝不弯起来 然后同样放在一个 稍微有一点点酸性的一个 水溶液里面 你会发现 那一个弯过的铁丝 比较快 锈掉 对不对 而且锈的位置是在哪里 被弯曲的地方 想像原来这个晶体 排得整整齐齐的 你把它弯掉的时候 一定有在外 朝外的突出来那一面 一定分子跟分子 就原子跟原子之间 距离拉开了 内凹的那一部分 被压缩对不对 ok 原来完美的 从热力学的一个角度来看 完美的一个结构 当你被它拉开 或者是被压缩的时候 你知道energy都拉起来 ok 当你energy变得比较高的时候 你知道那不是你一个很stable的一个状态 你的化学的活性就要变高 所以它比较容易氧化 比较容易氧化丢掉电子 ok 它比较容易丢掉电子 等等的这些化 它也可以反映在这些化学的活性上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在谈 我们用这个半导体 我们用silicon的时候 我们要求的那个规格不是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的 百分之九是九点后面九个九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容许这些impurity存在 这些impurity 所造成的这些光电性质就会改变 那这是非常重要 你这一批货出去 人家不接受的时候你要知道 我们在算的是上百万 上千万的损失 这是压在各位的身上 ok 当你如果是在那些厂里面做事的时候 ok 这个精准是很重要 好 那 我们大概把这些比较固体的结构性的部分 我们谈完 我们现在要拉回到另外一个领域 再一度进入到一些热力学的问题上面 热力学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来谈一下faper pressure跟像的变化 state 所谓的state 就是所谓的 或是态 气态 液态 跟固态 这是这一章节的主角 三主角 那我们知道这个liquid ok 它可以气化 faperization 变成气体 那这虽然我用一颗单向箭头 大家要了解 气体也可以重新的condense 凝结变成液态 这是一个平衡 也因此相对应的有一个delta h zero 下标vap代表faporization 气化 所以有个气化热 液体 你要它比较接近 分子跟分子之间比较接近 有一个引力 要气化的时候 你必须要克服 这个力量 对不对 跑到气体里面 分子跟分子之间距离很远 所以不会太意外 我们的delta h0 faporization 是普遍的就是一个吸热 当然我们在谈这个molar heat of vaporization 反向 这叫condensation condense 就是凝结的意思 我们说过有个宁太中心 center of condensed matters 今天各位也了解了 今天在一个closed 一个closed system里面 你liquid如果没有填满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liquid的kinetic energy 是一个boltsman的distribution 你总有一些能量高的 这些liquid的分子呢 它只有足够的能量 逃脱这个liquid的束缚 跑到气态里面去 也因此呢 在这一个空间里面 就会有一些气体分子跑进去 也就会有一些相对应的pressure 这就被称为叫做fapor pressure 那有一些gas 它又会重新的condense 回到liquid phase 所以在这个地方 当你去做这个实验 量度到它的pressure 不动的时候 并不代表整个东西是完全不动的 它其实仍然是一个dynamic的process 它到达了一个dynamic的equilibrium 换言之也就是说liquid变到gas 跟gas回到liquid的速率相等 这时候就到达了平衡的状态 在特定的温度下 它会reach一个特定的一个pressure 有一个名词各位必须要熟悉 在英文上面 就是如果这个议题 具有比较高的vaporization pressure 那它会被称为是volatile 就是挥发性 具有挥发性 那如果分子之间的作用力越高 你的这个vapor pressure 就会比较低 这是可以理解 对不对 因为你能够逃脱的就会比较少 OK 好 这是符合我们的直觉的 另外温度上升 我们也知道 我的vapor pressure 会提升 不会太意外 我刚刚说过这个道理 你跑到气态里面去 你需要具有一个 某一个门槛的能量 对不对 温度升高 能够超越这个门槛的人 就越多 vapor pressure 就会增高 我们可以从这个图来看 一个energy跟fraction的一个比例 只不过这是一个liquid的molecule的一个percentage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颜色不见 OK 那这个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我们说要escape到气态 需要至少这么多的一个能量 也就是说一个门槛的话 OK 对于比较低的温度 T1是比较小 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maximum的位置 是比较偏左的 比较高的温度它是比较偏右的 那超越 可以轻易地看到在这个图里面 超越了这个门槛的 在T2的时候是变得比较多的 也就是它的fapor pressure增高 就是完全可以理解 如果你今天去画一个图 这个图是你的fapor pressure 对于温度的一个做图 这个地方我们用度C来画 概略就是水 那大家知道水大概在这个 100度C的时候 它的fapor pressure是一个ATM 760毫米拱柱 但是不论如何你看到这个P 对于T的做图 会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曲线 符合前面的这一个定性关系 温度越高 fapor pressure是越高的 好 如果你把这个data 做另外一种数学的处理 你用Long的fapor pressure 对T分之一做图 你将会发现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直线 OK 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的热力学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个liquid 跟gas的一个平衡 有一个delta H0VAP 对不对 自由能在控制这个平衡 对不对 delta G等于delta H0-Tdelta S0 而且delta G0等于-RT-K 你就把这 关联起来 平衡常处跟delta H0 delta S0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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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度 跟这个anthal B chorlate 所以你只要记得这两个关系 你其实自己可以导出来 这是一个平衡 在平衡的时候 它的平衡常数是多少 当然就应该是它的浓度 除上它的浓度 对不对 gas的浓度 是用它的pressure来表达 也就是P的faper pressure 除上EATM 不要忘了 那是热力学 我们导过对不对 它有一个标准 它是没单位的 liquid呢 它是个pure的liquid 跟pure liquid来比的话 实际上pure的liquid 我们是把它的concentration 当成1 也因此呢 这个的平衡常数 k就是pDAP 在数值上 除上1不见了 你看不到 大家了解这个意思 ok 应该没问题 其实我们在谈热力学的时候 用过这样的例子 那 我们又知道说 这个平衡常数跟 delta H0 delta S0 之间关系如此 那现在我们在谈这个平衡 我的delta H0 就是faperization的那一个数值 跟faperization的entropy变化 就要等于 负的RT Long k k字p faper pressure 对不对 好 所以 把负RT 移过来 就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负的delta H0 over RT 加上 负跟负变成正了 delta S0 over R 所以现在你就看到了一个 Long faper pressure 跟t1分之1的关系 然后它的斜率 负的delta H0 over R 好 delta H faperization 是正值 所以那个斜率是负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分开来 建成这两项 就看到它的一个线性关系 OK 所以你画一个Long faper pressure 对t分之1的做图 是一个straight line slope 非常重要的 里面躲着 delta H0 的faperization 拮据 找到 乱度变化 OK intercept 是delta S0 faper pressure over R 同样的游戏 同样的游戏 我们在过去玩过好几次 两个不同的温度的 这个faper pressure 你如果知道 OK 你就可以求出来它的delta H0 faper pressure OK 好 套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是Long的t1的faper pressure 减掉Long的t2的 这一回我把负移进去了 变成t2分之1 减t1分之1 我其实建议各位记得的是 负 delta H0 over r t1分之1 减t2分之1 这是我建议各位记得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 因为我看到大家写的形式 叫做Clausius-Clippier equation 这一个相减 Long的相减 实际上就是Long的pt1 over t2的 好 所以你只要知道 t1 t2相对应的faper pressure 你就可以把delta H0 faper pressure 求出来 或者你知道这个数值 delta H0的数值 你知道一个温度的faper pressure 你就可以求得另外一个温度的faper pressure 这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关系式 通过简单的热力学的一个计算 你自己可以导出来 也因此非常类似 固体也有相对应的一些分子 可以跳出来 虽然比较少 faper pressure 会相对比较少 它可以固体变成 直接变成气体的话 叫做subplimation OK 再给我几分钟 你先做一下 那个叫做升华 升华 那相对应的delta H0 我们用sub下标 它也必须要符合这个关系式 OK 只要改一下这个下标 对不对 固体跟液体之间 有一个平衡 这叫melting 从固体到液体 相对应的delta H0叫fusion liquid变成solid 这个倒不是要套前面的公式 我是要学习一下这个名词 这个delta Hfusion 是什么意思 就是melting的意思 那反过来 液体变成固体 叫做freezing 也被称为crystallization 固体变成液体 这通常是要吸热的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是反向 当它从这一个液体变成固体的时候 它过多的能量是要释放出来 它是一个放热的过程 所以如果被很热的那个绿化钠 融融的绿化钠给烫到的话 那是很糟糕的事情 好不好 因为那个里面放出来各种各样的热 包括非常大的一个heat of crystallization OK 好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为止 上回有同学问我说 就是说我们谈到一些defects 晶体的缺陷 我说这些缺陷其实 在很多方面它是重要的 但是有一个字 interstitial 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字叫孔隙 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形容词 不过在化觉上面 它其实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名词来运用的 不过基本上如果要把它当成一个形容词的话 其实它代表的意思是 不是代表那个洞而已 而只是代表 它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interstitial atoms or ions 这当然要看你是金属或者是离子 所以这个所谓的interstitials 可以有不同的稍微不同一点意义 OK 或许这样讲各位 就是上堂课我所说明的 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这个所谓的facancies interstitials 或者是impurities 让我这样来说明一下 我用这个图 OK 这个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就是一个金属的 不许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ion 那你要填进去别的东西 那什么叫facancy 就是说原来排好的 这个地方它本来应该有一个 它没有了 这叫facancy 那什么是impurity呢 impurity就是说 它原来该有的那个位置 它现在是另外一个东西 OK 所以这个叫impurity 那什么是interstitial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正常的状况里面 somehow它多塞了一个东西在这里 这叫interstitial 这是多出来的 这样子你或许会觉得有点 有点不太能够接受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今天这是一个ion 是一个离子态的 离子态的时候 你知道它是有大小的差别的时候 那它就有机会那个小的可以插在那个 interstitial的部分 一定要不同的 就是插入的一个意思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像告诉你 就是说插入是没有 就是保持它原来的那个状况 只是硬塞在某些位置 它不该塞进去 硬挤进去 这是interstitial OK 这跟facancy有点不太一样 facancy 我再说一遍 你看你回来对比 facancy是说 这是原来安排很整齐的状况 但是 它突然有一个地方 它少了一颗了 OK 就是上次我讲的那个乙背铜啊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味 不过乙背铜那有点复杂 因为它牵涉到这种不同架数的铜 铜二铜三 好像缺了一个部分 那有点复杂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要做一点说明 另外就是 大家知道我们话语系有一个老师 可能很有名 叫金碧耀 金碧耀老师 他是一个做理论的化学家 但是他有一个嗜好 这个嗜好是做这个串珠的模型 化学模型 所以我前几天 我碰到了这个金碧耀老师 所以我就 你知道我挑逗了他一下 果不其然隔了几天 他就做了一个串珠模型 OK 这是什么东西串珠模型呢 这是那个ZioLine里面 那个Fulger side 我有给各位一个Fulger side的图形 但是我跟金碧耀老师抱怨说 我说 那个PDB档啊 这个看来看去 不容易看出来 现在他真的做了一个串珠模型 我必须感谢他 OK 好 不过他这个串珠模型是这样子 他这个圆珠珠只是oxygen 只把oxygen摆出来 那你仔细去看的话 那我现在稍微做一点点的说明 就是说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这个看起来像有一个球一样 它是一个sodalite OK 我说过很基本的一个模型 里面有八个六圆环 八个四圆环 那八个六圆环 里面的四个 他其实这个金老师他多做了一点点 就是那个六圆环四窗 它跟另外一个Fulger side 中间是一个hexagon 什么是一个hexagon hexagon是这样子 OK 那里面我就不画 这叫做hexagon OK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一个凸起来的东西 它其实可以把那个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切掉来看 你会看到那个Fulger side OK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一个Fulger side 它接了 在这个面上 你可以看到它 它这个 用这个来看 这个中间是一个Fulger side的一个圆球 你要这样想 它接了这三个Fulger side 这个地方它没有做出来的是 还有一个Fulger side OK 所以一个Fulger side 它接出来 它可以接到四个Fulger side 变成一个Tetrahedral的结构 OK 中间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12颗球弄出来的 你现在有一个真实的模型 你真的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洞 你真的可以有一个感觉 你看 我的拳头都可以塞进来 All right OK 所以你有这样的东西 你就可以想像今天一个 这个上回有同学跟我讨论这个 这个石油工业Petroleum的 这个Industry 是跟化工系非常有关 这是为什么我特别 做一点例在这个 ZEolite structure里面 要想像那个Petroleum Oil 这个石油原油 那个里面各种各样的结构 有些非常常链的 那这个常链就有机会 它可以钻到这个洞洞里面来 那我说这个洞洞里面 是非常酸性的 它可以透过一些碳洋离子的化学 把一些碳碳的间接 就在这个洞里面把它切断 所以就把它裂解了 那是在实用工业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 那你真的有这样一个实体的一个模型 来看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有比较好的感觉 好不好 好 你甚至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拿你手机过来把它拍下来 另外 我又再度的把这个FCC的结构带回来 因为上回还是有同学觉得说 那个所谓的Tetrahedral hole 有一点点难去看到 那这个需要一些时间练习 那这是一个所谓的面芯 对不对 你看这每一个面的中央都有一个 所以你以这个角来看的话 这边这个面中间的这个球 上面这个面的这个球 这个面的这个球 你可以看到这个球 就压在这三个球的正中央 也就是说我这样拉下来一看的话 你可以看 这个球就压在这三个中间 OK 好 那这是一个非常对称的molecule 这里压在这三个球 这里又压在这三个球 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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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这个面来看 这几个角落的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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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四个Tetrahedral hole 再加上后面这一半 也有四个 好不好 你真的觉得有点点困难 你希望看到一个实际的一个东西 我其实觉得那个PTB的那个 那个小的东西 那个小的档案 那个PTB的档案 其实已经可以帮助你了 不过 你真正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模型 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你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OK 好 那 对于Fauger side 等一下下课 你有兴趣的时候 你觉得他有一点点 你看不深 很理解的话 我还是可以来跟你讨论 OK 好 这个不简单的 你如果对金碧耀老师 所做的 这种串租的模型 很有兴趣的话 我告诉你 你到那个 他没有开正式的串租课了 但是我知道他有到一些高中里面演讲过 搞不好还做过很小小的一个workshop 说不定各位参加过 有没有人参加过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没关系 你到化学系 你进去 那个右手边 你看到一个电梯 你到三楼 那个电梯门一开 你就看到两个很漂亮的橱窗 里面摆满了那个金碧耀老师做的那个串租模型 真的很精彩 OK 好 好 所以这是我们 针对这个模型 我们稍微 多做一点 说明 我非常感谢这个金碧耀老师 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我稍微诱惑他一下 他就 他就果真做出来这个东西 那我们这个回到这个 上回 我们提到的一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 Clausius-Clippian equation 这一个faper pressure 跟temperature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找到这些 热力学院里面重要的 Delta-H 跟Delta-S的 这个资讯 好 同样的这个关系 虽然我是从 液体跟气体的平衡 来 来讨论的 但是它也同样的存在于 固体与气体的这一个平衡 应该要记得的 因为这是重要的化学名词 等下我们会提到 你的固体直接变到气体的时候 这一个process叫做升华 sublimation 这个字叫升华 所以它的Delta-H0就是 有一个下标 我就直接用一个sub 开头三个字母 表达一下 至于这里 我并不是说 这要怎么relate到这里 只有这个地方 可以运用到这个公式 那下面这两个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这几个词 melting 代表就是固体变到液体 这个process 那它的Delta-H0通常会叫做fusion 那固体变到液体 就是要给它能量 这通常是 Delta-H fusion 这通常是一个正的数值 那液体变到固体 这叫freezing 凝结的意思 凝固的意思 那它的Delta-H0 通常叫做Delta-H 的crystallization 结晶 结晶热 那这是从比较高能量的 变到比较低能量 是一个放热的过程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我上回提到 我那个时间有点紧迫 我没有仔细的谈 就是这个 我们化学的实验室里面 普遍的不会用到非常高的温度 说实在超过200 这已经是 已经是很少很少 会用到的一个温度了 但是如果偶尔你需要这么高的 200多度的温度的时候 我们在化学的实验室里面 你知道它怎么做 它用一个干 我们会用一个干锅里面 装一些 绿化钠 跟这个 跟另外 可能这个 我有点忘了 是另外一个离子 就是两个 两个盐放在一起 两个盐放在一起 我等一下会提到 它的熔点是会下降的 那这个时候 虽然绿化钠的熔点是很高的 上千度的 但是当它是一个混合物的时候 它可以在差不多不到200度的时候 就融化了 变成一个液体 OK 但是它的温度 就可以加热到两三百度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可以用 那样子的一个 一个 一个这个 研语 叫 salt bath 来 处理一些 需要高温的一个process 但是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 这个point是 那它是个液态的 对不对 但是它温度是很高 你因为不小心被它见到的话 你要做这个要很小心 我跟你讲 那个放出来的热 不光光是那个时候 200多度 回到室温放出来的那个热 还包括了这个 crystallization energy 可以释放出来的那个能量 不是那样算的 你知道吗 那个 可以是很严重的一个灼伤 好 但是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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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 如果我再来 你也可以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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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